就是因為這幾點 差一點 太一點 太一點了 之前好像節目有聊到 就是台灣的離婚率 在亞洲算是排名是 老實說第一名 是第一名嗎 第一名喔 世界第三 世界第三 我們僅... 第一是誰 我們僅次於美國跟瑞士 美國跟瑞士 瑞士 可以跟他們齊名感覺蠻酷的 對啊 哪都不上了 亞洲第一名 五分鐘 十分鐘 這話是不是好幾對 現在就在牽制辦靈魂手指 五分鐘 十分鐘 不能說現在牽制 應該也算載服載成 這個階段 真的 這數字滿新年的 對 台灣最近有很大的變遷 大概是從2008年開始 海嘯 海嘯 對 2008年開始台灣這樣咻 激聚聲 很多企業垮台的 因為企業一垮 很多家庭也破碎 對 他們經濟不穩定 黑暗哥說的有道理 我前一陣子去日本玩 有一個日本朋友跟我說 在日本通常女生 一嫁入婚姻之後就不工作 就做嫌妾良母 但是碰到經濟狀況的時候 先生羅伊失業 長達半年以上 太太就會直接跟先生離婚 但日本男人又愛面子 對 會這麼絕 我們第一個反應就說 怎麼這麼絕 然後日本就很多那種 穿著西裝 拿個公司包去公園做一天的 對 這一天這樣講 沒工作了 對 愛面子 後來知道 對 就是2008經濟 整個狀況之後 後來為什麼 聽說日本的法律是這樣 就是先生失業的話 太太馬上可以申請離婚 因為他成為單身母親以後 他可以申請補助 育兒補助 他那個金額還滿高的 有一些 就差一點就會離婚的 那一點 最遠 這一點真的是很重要 我是覺得結婚後 有些話可以講 有些話就不要講這樣子 對 不能亂講 講得會刺到點 對 因為過去來講 我就是經濟的來源 都是從我這邊來 過去來講 賺錢的時候 可能比較多一點 不要說比較輕鬆 你講話比較大聲 沒有 我沒有講話比較大聲 對 到現在比較大聲 到現在還是秀琴 是母系社會 但是 親世大聲 秘食是比較 秘食是比較 對... 你知道就阿美族 他們女生說得算 對 母系社會 對 母系社會 對 去部落 會尊重 阿美族部落 都是媽媽在喉 對 對啊 自遠在大隻 媽媽在指使 小翹舞的時候去倒酒 因為我要移民了 自遠這麼大那麼壯 媽媽就 竟然吃飯 乖乖的 很怪喔 媽媽 真是媽媽不用大聲 媽咪是這樣的 不用大聲 客客 吃飯囉 那語系中帶點那種殺氣 你知道嗎 不嚇 他馬上起來吃飯 而且這裡是昨天是宿睡 那種感覺 我上次去台東就碰到了 因為剛好聊到 母系社會 早上6點多 我看到一個阿姨一群人 微醺喔 6點多還微醺 6點多耶 早上6點多 6點多穿背心 應該是還沒睡吧 沒有 有睡一點點 他們要起來準備用早餐 微醺還是要起來用早餐 而且他就講話很嗆 因為我是晚輩嘛 對 你過來 他叫我早上你過來 然後後面說 我怎麼辦... 你過去啊 你過去 頭目的太太 你要過去好不好 尊重一下 對 整層人都會很尊重 因為過去來講我是 就一個月你可能領三四十萬 你平心求援時期 對 現在不同 現在就三四萬塊 當然就是有差距這樣子 我會跟他講說 過去來講 我們可能比較輕鬆 你要買什麼 我們兩個說好就可以 或是甚至說你去買 那你有跟我說 不用跟我講說OK 那我覺得這個能力範圍內 我可以做 但是退了之後 那薪水不同了 那我會跟他講說 你買什麼東西 一定要花在那個桃口上 要想一下 要想一下 你不要就是隨便任意 你想買就買這樣子 然後我就在這個部分當中 跟他講了很多遍 跟他說明很多遍 跟他溝通很多遍 最後他就跟我講說 那你去賺 賺夠多錢給我 來養我 好傷 好傷 直接刺到我的心上裡面 對 男人的自尊 因為我當然知道說現在 但你要給我一點時間 因為我們以前打風球 對啊 你是從那基層做起來 才會有這樣的一個成就 但出來做生意的時候 也是一樣 做生意的時候 我還是要從一步一腳印的 然後慢慢的爬 慢慢選 慢慢做 然後你才會有這樣的一個成就 但是這些話真的不要講 講完的時候 我就生事手裡很久 就是消失了一個禮拜 你消失 你消失了一個禮拜 你是借機還是 我消失一個禮拜 然後我就 你去哪裡 深山嗎 沒有 他自己降二軍了 沒有 我沒有走 老師 我會 沒有 我真的 我會這樣子 我就會坐火車 然後我就自己這樣坐火車 我就上車就走 沒有那個 沒有目的 可是你很容易被認出來吧 但那我戴口罩 我只是在思考 你以為你那深山 你都在那邊來口罩 對你口罩 一樣 可能會被舉報 報警 不會啦 不會 真的我是這樣子 然後就我就往南走 然後就繞一圈 一路向西這樣 對 然後就思考說 他為什麼要這樣 以前不會有這樣的一些 言語出現 在攻擊你這樣子 然後有這句話的時候會覺得 因為他以前都是鼓勵我 對不對 一個成功男人 他就是一個背後一個 很棒的一個女人這樣子 怎麼會講這句話 我就繞一圈之後 然後其實說實在在 真的要跟他講的時候 開不了口 但是在這過程當中 已經想說 好吧 那就離婚 那孩子怎麼做 到那一步 這是哪一個階段 哪一個階段 就是被他比較 你剛下來求援生本的時候 對 我就在退下來的時候 但是你當下不能跟他吵 對 你吵得沒有 很難說出口 也難為情 也沒有機會 因為他講這句話 就覺得就是你怎樣 你看不起我 對 Ivy 你不要鬧了 你們也沒有好到哪裡好了 對 今天還是早講回憶 沒有 我們到開會 再開會 求援是這樣 求援是這樣 對 但我是覺得 還是要讓自己冷靜一下 但是在冷靜 一開始是很生氣 就被送了 好 這樣子 反正我就是回去 我最多回到我媽媽那邊去 孩子到我媽媽那邊去 你有能力你最會賺 你去 好不好 我就說那這邊房子就不要了 然後我就直接回去這樣子 你自己去付這樣子 那時候會這樣 因為我那時候也沒辦法付 沒有能力付 對啊 他比較OK這樣子 那我是覺得說 有些話是可以講 就不要講 講到的時候 真的就牽制了 這是很忌諱的 忌諱 很忌諱 就是親人彼此之間 你選這麼一個大男人 你身段也很柔軟 最後你必須要這樣子做 因為最後我想到的東西 還是小孩子 好感人 所以你怎麼原諒他開口 說了這麼重的話 怎麼原諒他 其實原住民其實很好講話 記性比較好 因為其實你有開口 你只要消失一個禮拜 他這樣擔心 你消失那個禮拜就擔心 所以秀琴算刀子口豆腐心吧 其實他是很快 他今天吵一吵明天就忘了 或者明天就算了 他不會記仇的 今天吵架沒好話 有些情緒 是這樣 其實我也是會這樣子 沒好話 那你也了解他就好了 了解 對... 因為我們最近近幾年 因為那個離婚率實在太高了 所以有些時候 我們做了很多 到底一對夫妻 最後會走向分開的路 其中有一個 就是太太賺的錢 比先生高的時候 最後發現他們分開的比例 還是滿高的 最主要就像剛剛志遠說的 一個是在金錢上的糾紛 口角會變比較多 另外一個就是剛剛說的 心情上 常常會過度解讀 對方所講的話 所以有時候也會有這種影響 明明沒完 會過度解讀 他會覺得你這樣是不是看不起我 他也許真的沒那個意思 可是最後你可能就會覺得 他看不起我 或是你現在覺得我怎麼樣 比較低是不是 看不見了這樣 對啊 或者是說有些男生 在這時候可能就會酗酒 然後問題就變得越來越多 甄莉姐 我覺得是 就是自己或者是對方 是獨子的時候 獨子 我沒有啦 我不是... 因為我們家是 我老公家是因為上面有三個姊姊 下面有一個妹妹 所以怎麼可能 他剛剛是老 他是唯一的男生 對... 因為我覺得唯一的男生的壞處就是 他們都認為因為是兒子 所以兒子要養爸媽 對... 就是兒子要養爸 因為姐妹嫁出去 姐妹嫁出去 可是我個人又覺得 嫁出去的OK 因為他已經是別人家的 可是沒現在出去 我沒有說過不出去 嫁出去的 妳想講這個 不是 我要講 不是這個 我要講這個後面 是說嫁出去的是出去的 可是沒嫁出去還是自己家的 對 那是不是可以一起分擔 有一個姑姑跟你 有一個姑姑姑收你家三年對不對 他有看到這一妹子 應該沒有 他再帶團出去 對 就是說因為變成說全部的費用 或者是一些東西 都要落在我老公身上 因為還好 是因為我跟我老公的財產 我們是分開的 我們其實一個月不吃不喝 就要先給爸媽6萬塊 然後他還要付家裡的房貸 跟小孩的開銷 他只是不用負責我個人的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子 我們就還可以繼續下去 所以你賺的就是自己玩的 對...就自己花 自己花 自己玩 自己花 沒有 感覺好好 自己養自己 他在台北玩的不高興 台中家裡被台中 所以他們是各玩各的 什麼各玩各的 老公很辛苦的工作好不好 老公是很辛苦的 對 獨居啦 蠻擔心他變獨居老的 你就是他兩個朋友是什麼 孤單跟金 對 老公這樣做 對... 真的... 所以我之前... 對 沒錯 我每天都很寂寞 所以我就覺得說 因為獨子的部分 你可能就是要扛的責任比較多 那作為他的太太其實也會 你相對就會有壓力 你就會有壓力 那如果說今天這個壓力 譬如說今天我如果跟他 共同的錢 財產是放在一起的 開始就會計較什麼 就拿你的錢去量 你是拿我的錢去嗎 或是怎麼樣 因為像第一年我們結婚的時候 那時候過年的時候就回家 我看到他包了2萬3萬給他爸媽 這樣子 這樣包給他爸媽 我想說那我就包1萬塊錢 給爸爸媽媽各1萬 然後因為我包給我自己爸媽 我也包各1萬 可是當他回我家 他包給我爸媽的時候 也包各1萬的時候 我就有點不舒服 因為我覺得為什麼 你包給你爸媽2萬3萬 你包給我爸媽1萬1萬 我就覺得有點不舒服 而且因為我是大家都一樣 沒有血緣關係 他直接回妳就好 什麼 有陰性關係 有陰性就算了 可是因為我包給他爸媽 是跟我爸媽是一樣的 我覺得應該要公平 跟他們的經濟能力一樣嗎 有時候可能經濟能力會偷 對 沒錯 有可能 有可能 可是我後來覺得 後來我媽就教我一個方法 我覺得非常棒 就是以後每年過節 就是他包給他爸媽 我包給我爸媽 可是去送紅包的時候 譬如說他要包的時候 是我去送的時候 媽媽這是我們合包的 合包 我們合包的 這樣你愛包多少你包 我愛包多少給我爸媽我包 我發現 獨生子女吵到要離婚的比例 滿不低的 滿不低 就是比較高的一點 因為我遇到滿多 我的當事人都是屬於這種 獨生子女 然後為什麼呢 因為獨生子女 非常需要高度的關注跟被疼愛 所以他們會一直去跟對方討愛 會跟對方說你要愛我 因為他們都自己從小到大 就只有一個小孩 所以全部的關注都在他身上 的確像甄莉剛剛說的 他們的責任也比較重 所以我後來發現 有一種獨生子女 比較容易導致離婚的狀況 是在於說 他希望對方可以幫助他 一起分擔養自己父母的責任 對方就會覺得那是你父母 我要幫你養 我自己都沒養我的父母 我都會覺得像甄莉剛剛說 會不平衡 所以那不平衡的心理 有些時候真的會吵到翻臉 我的問題是彼此有父母離異 對 原生家庭 對 我跟國華的 就是我們都是單親 然後他跟媽媽 我是跟爸爸 然後因為我從小就是爸媽 我爸媽大概幼稚園就離婚了 很早 然後很早就是都沒有享受過 家庭的溫暖 因為爸爸帶 他其實比較不會照顧你的心情 跟你的關心你 他只會想到你有飯吃就好了 而且爸爸一個人帶四個小孩 妳的事情很辛苦 妳排行 我老三 老三 上面是哥哥還是 對 我兩個姊姊 一個弟弟 所以我就是我的童年 就是我是我弟弟的媽媽 我就是一直帶著他 就是吃飯 然後我們兩個是要沒錢 我們就支援 樂狗大亨 就是吃一餐 然後就是每天就接他上課下課 因為我們同一個學校 然後我就覺得小孩 就有時候爸爸給你 可能一天100塊零用錢 小朋友可能吃完 就花完了以後就沒錢了 就沒有錢吃飯 對 我們可能就會湊錢買泡麵 跟同學湊嗎 沒有... 就家裡的 爸爸的湊 十多年 我真的是學校的 這是霸凌... 有機會 對 十塊沒有了 七塊沒有了 我真的想到那邊去掛責耶 十七塊我有十塊 妳加我七塊不就一開罐 一投飲料去了 對 沒有 那時候也不敢讓同學發現 所以中午同學在吃便當的時候 你永遠都是一個人在福利社 等同學吃完便當以後吃完飯 說我吃好飽 我再回到教室 所以那種心酸 我覺得很難過 每次能全家人一起吃飯 只有過年 因為媽媽除夕會回來一起吃 然後就好開心 就可以見到媽媽 可以全家人一起吃一頓飯 只有在過年 媽媽是就是後來離開 就有令族家庭 沒有 但是就不見了 就是都也 牧場也沒有BB Call 也沒有大哥大 所以找不到他 對 可是他過年的時候 除夕一定會回來跟我們吃飯 但是初一的時候 除夕我們就一直不敢睡 因為醒來媽媽一定都離開 對 所以那時候就很 就是很渴望家的溫暖 所以我就對婚姻很沒有信心 那國華老師有幫妳彌補這一塊嗎 他也差不多 還好我小時候很奇怪 所以我們交往了10年 都沒有人要提結婚 到第10年我是有了避孕器 我還懷孕 所以我不得不結婚 因為也有年紀了 然後又穩定了 好像不結也不行 可是我心裡一直想說 我以後是要嫁公務員 很乖 很愛家的老公 對 然後每天回家吃晚飯 結果這個願望還是沒有實現 因為我老公 就是只有禮拜六 有禮拜天可以跟我們吃飯 所以我覺得這個影響 是會讓我對婚姻比較沒有信心 會害怕 會害怕 非常害怕 這是原生家庭帶來的 就會對婚姻會有一些問候 對 因為像我也是 因為我父母是離異的 但我們這個比較奇怪是 咪咪的家庭是很 就是兩個還在一起 非常好 結婚 感情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反而是觀念的差異 如果是一個是一個不是的時候 相對來講那個衝突感會更嚴重 因為我們從小看到大家的原因 就想說如果不合的話 那趕快理一理 反而這個是個好事 就是大家各自有自由 反而是一件很好相處的一個模式 只在乎曾經擁有 不在乎天長地久 我用這種想法 當下開心就好 你沒有對錯 對 沒有對錯 後面的事情後面再說 誰曉得後面會怎樣 但咪咪的觀念就完全像 她覺得說如果要結婚 如果要簽那個字 就是要走一輩子 就算你掉到海底 就算你那個失憶 就算還要推我去曬太陽 她也願意做 所以我們兩個反而是會有 這種衝突感會產生 所以常常有時候再講一講... 有時候在看電影 什麼都沒有來由 也沒吵架 我忽然看 寶寶 父母離異產生創傷 竟然跟性別有關 說像AV她是小時候 但是走得因為是媽媽 所以是同性別還好 但如果說走的是爸爸的時候 就不一樣了 走的是異性的話 其實我遇到有蠻多小孩 在她很小的時候爸爸走了 如果是女生的話 離開了 離開了 通常都會有分離的焦慮 因為這世界有一個人